赵田,赵田你等等我啊 赵田从财务室领完奖金出来 身后传来了老乡方雨的声音 她本想快点走 却没想到方雨一路小跑追了上来 赵田客套地和她打了个招呼 方雨羡慕地看着她手上的中秋礼物和红包 问道,升职加薪了 晚上是不是应该请我搓一顿啊 放心我不叫别人,就咱俩 赵田心想,我升职加薪那是凭自己的本事 凭什么我付出的努力你来享受成果啊 方姐,我晚上报了成人专生本 还得去上课,末时间陪你 下次吧,下次我再升职一起请了 听见赵田的推托 方雨撇了撇嘴有些不高兴 招呼也末打自顾自地走了 一边走一边说 难怪爹妈天天和邻居抱怨 闺女不如儿子,果然是够冷漠了 赵田知道方雨说的是她 今年已经是她到市府工作的第三年了 除了逢年过节祭点礼物 她几乎没有回过家 从小到大 赵田用尽办法 甚至把自己变成一个坏孩子 但却始终得不到父母的半点关爱 最后她得出的结论 父母唯一疼爱的只有弟弟 而她多于出生而已 正当赵田思绪乱飞 因为家里的事伤感的时候 突然电话铃声突兀地响了起来 打断了她的思绪 来电显示是弟弟 赵田深吸一口气 接起电话 喂,又缺钱花了 田田,是妈妈电话那边 响起了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 赵田听到心里竟然一阵阵紧张 回想最后一次和家里吵架 妈妈骂她是赔钱货 还诅咒她一辈子别回来 这一幕就好像刚刚发生在眼前一样 妈,赵田从嗓子里胡伦着喊了一声妈 声音小到她自己都听不清楚 这丫头,怎么认不出妈的声音啊了 咋不说话呢 妈妈未聊打破尴尬 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方雨她妈刚来家里串门 说你们国庆节能放八天假 你订好了,去哪儿玩了吗 赵田不由地抱怨 和老乡在一个单位就是不方便 这个方雨着实是个讨人喜欢的大嘴巴 妈妈听不到赵田的回复 又继续说道 不然回家来看看 妈妈给你新做了很多鞋垫 你弟弟说你皮肤敏感 买的鞋垫总发言 脚底发言这事儿已经很久了 有一次弟弟来找他要钱 赵田新买的高跟鞋品质不好 两个人聊天的时候 他把鞋子脱掉 结果脚心磨破的水泡发炎了 他没想到妈妈会知道这件事 还帮他做了很多鞋垫 妈妈的手艺很好 住校的时候 赵田常和寝室的同学 炫耀自己的绣花鞋垫 对赵田来说 妈妈的话就好像突然点亮了 他灰暗内心的一束光 又有哪个漂泊在外的孩子 不渴望回家 回到父母温暖的怀抱呢 赵田和妈妈寒暄了几句 今年的月饼终于不用 放冰箱吃到腻了 他也能回家过中秋节了 赵田生之后 一个月的薪水有八千八百 他分别帮爸妈和弟弟 包了一千的红包 提前请了半天假期 开着在董车地上 新买的二手车 一路哼着小曲 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 爸爸去山上采蘑菇 还没回来 妈妈正在院子里晾被褥 看见赵田回来 别提多高兴了 他赶紧帮女儿 把后车厢的礼物 一同搬到厨房 然后喊儿子赵东 出来迎接子子 赵东正在玩游戏 人虽然站在了门口 但是眼睛却始终盯着荧幕 这孩子 你姐回来了 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 妈妈推挤了两下 然后又赶忙和赵田解释 放假回来就这样子了 黑白颠倒着玩游戏 一点礼貌都没有 妈妈的话让赵田感觉有些生疏 但是弟弟却始终没有抬头看他一眼 只客气地说了一句 回来了 中秋节快乐 赵田看了一眼赵东 这个平板电脑 还是他省吃俭用 攒了两个多月的工资 给弟弟买的iPad 他自己都舍不得用 弟弟却只知道 用他来打游戏 上了大学就不读书了呀 我看你早晚废掉 赵田嘲讽了一句 莫等赵东反驳 便拎着包包 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 然而当他准备打开门进屋的时候 却发现门上上了一把锁 嗨 这事怪你爸 你太久默回来 他说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就给租出去了 妈妈见状赶忙走过来 继续说道 说是个画家 每个周末过来住两天 在这边写生画画 租妻还默道 害怕赵田不高兴 妈妈拉着他去了赵东的房间 放假你睡你弟弟房间 我都收拾好了 让他去偏房睡 妈妈忙着铺床 赵田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打亮着弟弟的房间 弟弟房间的窗户比他的大一些 空间也大很多 靠墙依着三组柜子 其中一个是赵田房间里的 以前弟弟就寄予他收藏的那些小玩意儿 现如今正好有机会都霸占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凭什么呀 凭什么 你们把他的房间租出去了 让他睡东厢房去呗 我认床 换地方睡不着 妈妈原本抱着赵东的被褥出了门 结果末两分钟又被赵东搬了回来 他一脸不情愿地说 东厢房又冷又潮 我不去 赵田你是姐姐 你去 胡闹 你子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你去凑合两天不行吗 妈妈在一旁用恳求的语气说道 赵东依然不肯答应 看着赵田说 要不然你吃完晚饭 团聚完就回去得了 反正你有车 俩小时也到家了 你也瞧了 家里实在摸你睡觉的地方 赵东 妈妈打断了儿子的话 有这样和你姐姐说话的吗 要走也是你走 天天好吃懒做的 一点家务活儿也不给我做 略略略 赵东对着妈妈吐了吐舌头 然后调皮地说 难不成你给我姐赵换回来 是让她干活的呀 妈妈说 胡说 你姐姐工作那么辛苦 回来休假的 赵东说 这就对了呀 我学习也很辛苦 回来也是休假的 妈你得一碗水端平 如果她非得住家里 那我委屈委屈 和她睡一个屋 总之 我不去住厢房 到底睡哪里 母子二人争论了十多分钟 赵东话里话外 都在赶姐姐走 要她吃完晚餐就回去 赵田心里难过 弟弟读大学 三天两头跟自己要钱 每次也都对她有求必应 这次难得回来一次 怎么最反对自己回家的 不是爸妈 反而是弟弟呢 赵田打小 就是和弟弟吵吵闹闹 一起长大的 对于弟弟 撵他走这件事 并没有放在心上 赵东坚持 不肯住厢房 结果妈妈 没办法跟邻居 借了个屏风 给赵东支了一张床 赵田想要到厨房帮忙 妈妈正在准备晚餐 案板上的配菜 都是赵田小时候喜欢的口味 她从自己带回来的礼物中 翻出一个盒子 里面装了八只大闸蟹 妈 少做点菜吧 一会儿把这个螃蟹蒸了 赵田一边说一边弯腰找蒸锅 妈妈却说 螃蟹那么贵 你回家吃饭这么破费 干食磨呀 留着明天吃吧 明天家里来客人了再吃 来客人再买呗 这几个螃蟹没多少钱 我怕明天都成死螃蟹吃不了了 反倒是浪费 听赵田这样一说 妈妈赶忙帮着找出蒸锅 死了就太可惜了 那就蒸了吧 正好你爸嘴馋了 这下韭菜他肯定高兴 母女俩难得的和谐 赵田把螃蟹下锅后 又帮着炒菜 洗碗 不一会儿 丰盛的菜肴就摆满了餐桌 爸爸也赶着太阳下山之前 回到了家中 难得一家人聚在一起 但赵东却始终杀风景 和爸妈唱反调 阻止他们和子子好好聊天 妈妈问赵田 一个人在外面这么久了 有没有找个男朋友啊 工作很忙的 末时间找男朋友 赵田刚说完 赵东就插嘴道 你就骗人吧 上次我去找你 看见有个男的给你买奶茶了 不是你男朋友 我把螃蟹壳都吃了 赵田在桌子底下给了赵东一脚 就你话多 都说了不是男朋友 那上上次我去找你 还有个男的骑电动车送你回来呢 有男朋友你就直接承认了枪 赵东不依不饶 看得爸妈都有些生气 爸爸将手里的酒杯 重重摔在桌子上说道 跟你姐姐聊天 你插什么话 有没有男朋友他 自己还不知道啊 行了 食不言寝不语 赶紧吃饭吧 别说话了 切 赵东也不生气 冷哼了一声 开始闷头吃螃蟹 然而 他今天的行为 着实有些诡异 一会儿赶姐姐走 一会儿又让他承认 有男朋友 第二天吃过早餐 赵东被爸妈 指使到镇上买东西 妈妈和赵田说 闺女啊 你太久没回来 邻居们天天背后说 咱俩母女关系不合 今天你陪妈出去走走 到你张沈 往沈家串个门 看他们以后 怎么在背后嚼舌根子 赵田本不想去 但耐不住妈妈 一遍遍地恳求 最后只好跟着她 一起去邻居家串门 去了张沈家之后 赵田察觉到了不对劲 母女俩刚踏进 张沈家的院子 只见她的两个儿子 都出来迎接 说起话来 也都客客气气 妈妈把她留在客厅 和两个陌生男子 一起喝茶 而她自己 则跟着张沈 在院子里说悄悄话 张沈还时不时地 朝客厅里观望 就好像在看商品一样 而张沈的两个儿子 一会儿问她 在那工作薪水多少 一会儿问她之前 有过几次恋爱经历 还问打算几岁生小孩 就算是个傻子 也看得出 这哪里是串门啊 根本是带她来相亲的 赵田将手上的瓜子 放回篮子里 拉着妈妈的手臂 就准备离开 一边走 一边敲声在妈妈的耳边说 妈 你怎么骗我出来相亲啊 我都说了 我还不想结婚 赶紧回家吧 你这孩子 谁说是相亲了 我和你张沈说两句话而已 妈妈不让赵田回家 就这样 声拉硬拽 又带她去了另外两家 赵田生气 趁妈妈和邻居聊天 自己先回了家 没一会儿 妈妈就追了回来 干脆也不装了 气哄哄地说 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啊 都是一个村的 以后结婚 娘家还能照应你 我带你去相亲 还不是为你好 赵田反驳 都说了 不想结婚 如果你答应了邻居 带我去相亲 你直接说不就可以了 我去帮你应付一下 你非得骗我 妈妈说 应付一下怎么行 你都多大了 还不结婚 给你介绍的这几家家里 条件都不错 人家答应给十八万八的彩礼 赵田冷声说 难怪这么好心 让我回来 感情是想把我赶快嫁出去 你们好收彩礼啊 话不投机半句多 母女俩刚好一天 这又吵了起来 妈妈也不再装母作养 声音尖锐地说 你看看家里的房子 早就该翻盖了 你弟弟这也快毕业谈女朋友了 奶一样不要钱 你工作这么多年 一个月给家里计三五百 你打发叫花子呢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工资都涨到八千多了 过节回家 一个人给一千的红包 赵田爸妈什么时候教过你 怎么这么抠门 我们不能白养你这么大啊 你不想去相亲也可以 给我三十万 我就不逼你了 三十万 赵田震惊 他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啊 妈妈继续说 对 三十万 总之你想结婚 就得拿回来三十万彩礼 少一分也不能嫁 妈妈终于露出了真面目 赵田这才反应过来 为石磨弟弟一个劲地赶自己走 爸妈依然没把他当成家人 那点可怜的亲情 不过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罢了 我没钱 我刚买了车 每个月还得还房贷 我现在拿不出三十万 以后也拿不出 聘金你也别惦记了 我也没有要结婚的打算 你妈妈指着赵田 恶狠狠地说 你爸说的没错 你根本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这么多年 你为这个家做过半点贡献吗 我含鲜如苦给你生下来 你不应该回报我吗 墨钱也可以 把你现在买的房子过户给你弟弟 你继续帮他把房贷孩了 那三十万我就不要了 妈妈话音刚落 一旁的赵东皱着眉头说道 行了妈 我自己以后能赚钱买房 他买那破房子三十平米都没有 我不要 你闭嘴 妈妈这是真的生气了 他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 今天他似乎要逼着赵田 答应自己的要求 正当母女俩僵持不下的时候 妈妈的手机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 喂 弟妹 弟妹你慢点说 慢点说 文言 应该是就妈打来的 妈妈用眼神弯了一眼赵田 然后回了自己的房间 电话那边一边哭一边说 姐 你让赵东替一辰去一趟派出所行吗 一辰闯祸了 他昨天出去玩喝了一整晚的酒 今天凌晨开车回家路上撞了人 什么 撞人了 严不严重啊 撞死了 赵东妈扯着嗓子惊讶地问 弟妹回复说 不知道啊 姐 一辰现在害怕地躲在屋子里不肯说话 他可不能被警察抓起来啊 这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 还想去考公务员呢 姐 你让赵东去顶个罪 一辰连驾驶证都没有 被抓进去就完了 赵东妈反驳道 刘凤英你这是什么馊主意 让我儿子去 我儿子的前途不也毁了吗 弟妹说 姐姐 一辰可是你们老吕家的独苗啊 一辰如果被抓我怕他想不开啊 赵东妈叹了口气说 不行 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我不可能让小冬去 弟妹又说 姐 你帮我想想法子 我给钱 给钱都行 只要能保住一尘 姐夫上次来喝酒说想盖房子 这三十万我给你出 求求你了 帮我想想办法吧 赵东妈一听到 给三十万 沉默了片刻 望向窗外的时候 忽然萌生了一个念头 随后高兴地说 把你家车开 我家门口来吧 赵田在家 一会儿让他替弟弟去 盖房子的三十万你可不能说话 不算话啊 好好好 姐我这就过去 钱我一起拿过去 挂了电话 赵东妈趁两个孩子聊天不注意 直接将女儿的车轮 用铁链锁在了大树桩上 然后给院子大门也上了锁 直到舅妈慌慌张张地来了之后 赵田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一脸不可置信地问妈妈 妈 这可是肇事逃逸 犯罪啊 要坐牢的 你让我去 没等妈妈说话 舅妈拉着赵田的手 央求道 田田 你帮帮你弟弟 他马上毕业了 还要考公务员 如果留有案底 这辈子就毁了 他自己喝多了 还要开车 又不是我逼着他的 凭什么让我去顶罪 见赵田不肯答应 妈妈也肯求道 你不能这么狠心啊 你不去 就只能让你弟弟去了 你弟弟连驾驶证都没考下来 只有你最合适了 赵田强忍着眼泪 我不可能去 我的前途 就不是前途了 我好不容易刚升职 不可能因为他丢了工作 你一个女孩子要什么前途 早晚都是要嫁人的 妈妈答应你 这次你去帮逸臣顶罪 以后你想嫁给谁就嫁给谁 家里一分钱财礼都不要 赵田失望地看着妈妈 一旁的赵东也劝说道 妈 这是吕逸臣自己闯的祸 你不能把我解脱下水啊 我能怎么办 妈妈心红着眼说道 逸臣是吕家的独苗 你解不去就得你去 你们三个人终究得牺牲一个的 妈妈看了一眼已经锁好的大门 低声说道 行了 就这么定了 田田你也别怪妈妈狠心 把你生下来这么多年 这次就当回报妈妈一次吧 以后我连养老都不用了 总可以了吧 你们也别争了 刚刚你就妈过来的路上 已经报警了 车子在门口锁着 警察估计很快就来了 面对妈妈的大义灭亲赵田 已经失望到了极点 他想要逃走 才发现大门早已被妈妈锁死 回到房间 赵东皱着眉说 放假前就打电话跟你说了 咱妈让你回来没好事 你怎么就是不听啊 这下好了 想走都走不了了 赵田哽咽 他这才反应过来 弟弟为什么一直赶自己走 可是他只想感受一点家的温暖 想回来看看爸爸妈妈呀 他有错吗 看着被锁死的大门 赵田终于明白 妈妈从始至终都没有爱过他 他也彻底绝望了 赵田此时此刻只想逃走 逃离这个家庭 别说吕逸晨 就算是他亲弟弟 谁犯了错就应该自己去承担后果 正当他一筹莫展 想着怎么对付警察的时候 只见赵东怀里 揣着爸爸匹柴的斧头走了进来 还愣着干什么 真想被抓紧去啊 赵东推了推赵田 继续说道 一会儿我给你把大门打开 你开车就跑 这个家不要也罢 以后你弟弟罩着你 小冬 赵田有些激动 我走了 妈为难你怎么办啊 不可能 我可是他亲儿子 你放心跑就行 警察来了 我都给他供出去 谁也别想替吕逸晨说情 赵田的行李箱也不打算拿了 他将包牢牢挂在肩上 等弟弟砍开大门 直接冲了出去 赵东护送他一路到了车前 然后又用尽全力砍掉轮子上的锁 妈妈和舅妈见状追了出来 赵东拿着斧头一边挥舞一边拦着二人 妈妈指责赵东 儿子 你发什么疯 你糊涂啊 我把你姐姐养这么大 难道他就不应该回报我一次吗 我都打听清楚了 赔点钱顶多被关十天半个月 又不会死人 赵东才不肯听妈妈说的这些 他此时此刻只想帮姐姐逃出去 赵田一脚油门冲出去五六米 身后舅妈还在不依不饶地追着 一块大石头直接砸碎了后车窗 晚上赵东打电话说吕逸臣被带走了 舅妈原本求着爸妈让他去的 爸爸拒绝后 他就在院子里骂妈妈 没人性 骂他为了钱连女儿都不要了 赵东会声会色地说 咱妈和舅妈打起来了 估计以后咱妈都不能回娘家了 赵田对后来发生的事没有兴趣 只要没秧及到赵东 他就放心了 俩人正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突然赵东的电话被抢走了 电话那边传来妈妈恶毒的咒骂 赵田你就是我的克星 你这个冷血的死丫头 白眼狼 当初我真应该生下来就把你淹死在粪坑里 都怪你害得我没有娘家了 都怪你让我姐弟反目成仇 你这个桑门星 赵田深吸一口气 他和家里是时候也该有个了断了 你骂够了没有 妈妈没想到赵田会对他吼 吓得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赵田继续说道 既然后悔把我生下来 那现在我们就断绝母女关系 以后你就当没我这个人 我也没有妈妈 你做梦 妈妈反驳道 断绝关系岂不是便宜你了 我跟你说你别想逃 你必须给我钱 你得赡养我 那你就去告我好了 到时候法院怎么判 我就怎么给钱 你放心我一分也不会少给 好啊你等着收法院的传票吧 妈妈咬牙切齿地说着 电话那边传来了赵东的声音 行了妈 我姐这些年给你的钱还少啊 你告她也不嫌丢人 电话在母子二人的争吵声中挂断了 接下来的几天 妈妈都没有再打电话骚扰赵田 赵东说他威胁妈妈以后不结婚 不给他养老 他这才放过来折磨赵田 此时此刻 赵田在心里暗暗做了个决定 他打算换掉所有联系方式 辞职去更远的城市生活 彻底和这个家脱离关系 有人说不幸的童年需要用一生来治愈 尤其是缺少父爱母爱的孩子 赵田是不幸的 他生在了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 一心想要感受母爱 最终却一次次受到伤害 但赵田也是幸运的 至少他还有个疼爱他 帮助他的弟弟 当他再次打开随身携带的包包时 里面有一个早已挤烂的月饼 他知道一定是弟弟偷偷放进去的 这个中秋虽然遗憾 但也暖心 忠心希望所有女孩子都不要再遭受重男轻女的迫害 都能被父母疼爱